把手印打好 把坐姿調好 坐姿就是你的姿勢要做公正 端正 腳也要莊嚴一點 也不要太開 也不要太鬆 也不要太緊 就是覺得你坐起來感覺舒服這樣子 也不要掉掉這樣子 好,那就先暖身 就是頭部順時鐘 就繞五圈 然後再逆時鐘繞五圈 眼鏡要先拿下來 好,頭再矯正 再往後仰 身體保持垂直 頭部往後仰 然後再往前拉 頭再歸正 往右 再往左 好,這些軟身動作如果好以後 好,眼睛前臂 手頭頂上顎 一手玄關 然後做調身 深呼吸把身體拉直 吐氣的時候身體放鬆 嘴巴下收 臉部微笑 身體放鬆 然後做九節佛風的這個調洗深呼吸 九次 這個調洗的深呼吸速度要慢 不要太快 但是要把氣拉到丹田 然後慢慢的吸氣 慢慢的吐氣 最少要九次 九次你還是感覺你的呼吸不太順 瞬間就繼續 調到你感覺 呼吸比較順暢以後再做打坐 這樣子等一下你在培養專注的時候 才不會有其他的障礙出現 好,如果調洗,調得順的話 我們就接下來打坐 好,如果調洗,調得順的話 打坐的話就是以三寶心法 才去打坐 就是一手玄關 吸氣自然 吐氣的時候 練拿摩迷路佛 最後一個字 就是拉長把氣全部吐進 速度不要太快 順順的就好 這樣子不斷的重複再重複 如果意念有跑掉 你要重新又拉回來 身體有任何狀況 你要就重新做調洗 不管是分碎啦 或者是有其他的狀況 就是用調洗的話 就可以解除其他的狀況出現 好,開始打坐40分鐘 越來越瘋 越來越界 越來越少了 越來越開 越來越溫柔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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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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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